所以今天你们的一位演员 也发来了一段爆料 我们听听他说的怎么样 天津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余奕 非常非常遗憾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拍戏 没有办法过去和大家见面 但是好消息就是 我们的娘道要在天津卫视 和观众朋友们见面 娘道可是去年的剧光 所以说特别希望娘道 今天在天津卫视 也播得非常非常的红火 此刻我心情激动 我想喊出一句话就是 娜姐 英娘 龙几宗龙准宗想你 真的印象特别特别深刻 因为娘道拍了九个多月 差不多十个月 按十月怀态来说 娘道是郭敬宇导演 是满意导演 是娜姐 是我们全体娘道剧组工作人员的 共同的一个孩子 又要和大家见面了 真的非常高兴 希望天津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喜欢这部 写母亲的年度传奇大剧 你跟余逸合作了好几部吧 有三四部戏演夫妻了 基本上我跟余逸都是演夫妻 会不会就已经很熟悉了 就像我跟王老师 我们大当很多年 他一张随我都基本上知道 他大概要说什么 不是 像我跟余逸都属于那种 就是刻意的要不来往 因为你如果跟对方太熟悉了 会干扰你在戏里面的理解和表现 比如说你像我跟老郭 我们这么多年生活在一起 如果我们俩在戏里去演夫妻的话 就像你说的 他一抬眼睛 我都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完了 容易有提前的这种 容易好 所以你在生活中跟余逸 其实联系不多 拍娘道十个多月 我和余逸没有单独 或者跟大家一起吃过饭 除了开机宴和关机宴 嗯